宣話上人生平語錄是基傳 宣話上人生平語錄是基傳 在當時我有個愚蠢事情 這是憑我一念於程所做的事 邵國才那時做禮善勸借煙酒會 在理工所、理事長 我做總務課長 我們都是在理的 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 可是他以後不知道為什麼 把理破了 破理叫打理 就好像把碗砸碎了 誰勸他再副理 他也不聽 我當時愚蠢到什麼程度 自己就準備自殺了 我和邵國才是結拜兄弟 我打算先去勸他 他要是不去不理的話 我一頭撞牆碰死 或者用別的方法死在他面前 叫他知道悔過 你看 世上竟然有這樣愚痴的人 我這時有多大年紀呢 大約是17歲 我到那兒 也不說旁的 我很嚴肅地告訴他 你趕快去把理補上 你不補上會後悔的 你聽我的話 你趕快去補理 邵國才看我是一片製誠 他才說好 老弟 我答應你 我那時候真的存心要那樣做 你們說我這個人 是不是愚痴到了極點 哪有人為了朋友打理 就犧牲自己要自殺 類似這個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我生來性情就愚痴到這個樣子 北方有一個道德會 專門講道德 說人意的 我16歲參加道德會 17歲那年冬天 就做講習班的主任 就是做教授 來教授一切的學員 而那些學生 有5、60歲的 也有4、50歲的 男男女女共有5、60人 在道德會 什麼東西都要節省 譬如吃馬鈴薯 本來一般人吃馬鈴薯不吃皮 因為在道德會 提倡人家不能吃的都要吃 所以我就對學員講 吃馬鈴薯 皮不要吐出來 勉強一點還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 這才表示我們實行的功夫 不能吃的 我們都能吃 我這樣講了 有的學員 還是把馬鈴薯皮吐到桌上 有的吐到地下 或者嚼了又吐出來 因為吃飯的時候 大家都不講話 所以我也不管 隨他們便 吃完飯 我用一個碗 把所有學員吐到桌面上 或者地下的薯皮 都撿到碗裡 當著學員的面前 把他們給吃了 這麼一來 再也沒有人敢吐馬鈴薯皮了 如果我不這樣實行 以身作則 這些學生是不會聽教的 我這個人生來 不怕什麼狼蟲虎報 也不怕天魔 地魔 神魔 鬼魔 人魔 沒有令我恐懼的東西 為什麼不怕呢 因為我不怕死 從小生來就不怕死 所以什麼也不怕 十七、八歲的時候 學習佛法之後 學習佛法之後 以為自己不得了了 就說起狂話來了 我說 一般人都怕魔 我是魔怕 我說魔怕我 不是我怕魔 你說 這話說得狂不狂 說完了這話之後 魔就來了 你猜是什麼魔來了 病魔來了 病魔來了 病魔一來 這回我也怕魔了 不是魔怕我了 因為病一來 行動也不自由了 好像披家帶鎖似的 身體也不聽話了 一天到晚就躺在炕上 也不能飲水、吃飯 這時候我知道是說錯話了 自己還是抵抗不住這個病魔 這一病 病得什麼都不知道了 奄奄一息就要死了 正在將要死而沒死的時候 就見到東北的三個王孝子 一個是老道 一個是和尚 第三個是在家的王孝子 是個老年人 他們三個人一來 就把我帶走了 我一出門口 腳不沾地就到虛空裡頭了 不是騰雲架屋 是在虛空裡走路 往下邊一看 房子都變得很小 就這麼樣邊走邊看 中國的名山大川、五台山、二眉山、九華山和普陀山 四大名山都去遍了 每到一處 就見到很多人 也見到很多的廟宇 各處去參觀 當時不但到中國的地方 外國的地方也到了很多 也見到很多白頭髮、白眉毛、綠眼睛的西方人 自己覺得好像在看電影似的 一幕一幕地轉變 但是不像看電影的人在螢幕前看 我這個看電影 是到螢幕裡頭看 這三個人 連我四個 各處去看這些電影 看見很多很多東西 也聽見很多很多的事情 後來回家 打開自己的房門 像房裡一看 怎麼床上還有一個我 在那個地方躺著呢 正當我覺得還有一個我時 立即又變成了一個身體了 這時候就有呼吸了 也能動了 當時我父親 母親都在身邊看著我 就說 她沒有死 又活了 我問父母親 才知道自己有七、八天不省人事了 現在又有知覺了 知道自己還沒有死 由這場大病之後 我就變成一個活死人 已經死了 又再活過來的一個人 由此之後 我也不那麼狂了 不再隨便說話 我由此知道自己的功夫還是不夠 所以經不起考驗 雖然我不怕妖魔鬼怪 天魔外道 但是我降服不了病魔 還是忍受不了 所以收到人 不能說自滿的話 說自己什麼都不怕 如果你自滿 麻煩就來了 我有一位同學 他讀了十五年書 我只讀兩年半 還超過他兩部書 我把五經四書都讀了 古文八本 我讀有七本 一書讀了十五、六本 十八歲的時候 已經沒有書可以讀了 也很少有世俗的醫生 讀那麼多書的 那時候 醫學、醫補心向我都涉獵過 可是我都不做 我會批八字 但是不批 因為這個不究竟 雖然也是真的 但是都在那兒繞彎子 我讀醫書是被逼的 被誰逼的呢? 被我父親逼的 因為我父親是農人 我讀書了之後 他叫我讀醫書 說醫書是有用的 可以賺錢的 既然負命難為 於是我上午讀醫書 下午就讀就學 等我讀完書 什麼病我都懂 可以給人看病了 因為我那個老師也是個醫生 他給人看病 也叫我幫著看賣 我也幫他抓藥 但是我這個人 說起來很笨的 就不願意要錢 一生來與錢沒有緣 我父親很窮的 我還安平 就是願意窮 我覺得窮 少了很多煩惱麻煩 我覺得錢是個很邋遢的東西 很不乾淨 若是來路不明 更不乾淨 又譬如有100個人 我治好了99個半 剩下半個 我要是把人家生命給耽誤了 就覺得對不起這個人 對不起自己良心 因為這個 我也沒去做醫生 那時候 我自以為自己修行有點功夫了 就遇到考驗 在東北 在我沒病以前 我就參加道德會 在道德會做總務科長 專門講道德 說人意的 勸人家做好事 那麼勸人家做好事 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 我自己更做好事 不是說單勸人家做好事 自己不做好事 有一天 我看一本書 書上講到張亞瑄 重到遠色的好行為 書上說有一個女人叫余淑賢 就是余奉智 張學良的太太 的侄女 余淑賢喜歡張亞瑄 就羊狂跪倒在她的面前 說她一定要嫁給她 張亞瑄一看 這是不對的 就婉轉地把她勸退了 我看見她的行為這樣好 我就對天發怨 我說 天啊 天啊 張亞瑄這種行為 我一定要效法她 說完之後 自己立即覺得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我就後悔了 我要遇著這個事情 幹什麼呢 這有什麼意思呀 這不是太愚痴了嗎 說完之後 這一天晚間 很奇怪地就遇著這種魔考 想看續集的人 請別忘了按一個讚喔 是 會 會 醒醒 有 搞的 是 那 是 有 現在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